那我買了這個黑色回來之後 我很想買另外兩頂回來 它都沒有令我失望 所以實用程度是十分之高 這種性感都是比較低調一點 看上去就沒那麼暴露 可能你也會覺得有牌子的話 都要三百多四百元 但它是完全不需要 Hello 大家好 我是桃文希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集主題就是想分享GU的外套 今次我自己在GU裡面 看到他們的單品很多都是on trend 即使現在潮流流的都有 另外他們價錢方面都真的很便宜 我現在買了11件單品 平均都是150元內就能買到他們了 重點我選他們回來 是因為自己私底下都一定會穿很多次 所以我也想快點分享給大家知道我在GU買了什麼回來 好 開始之前都要跟大家說一下我的身高體重給大家參考一下馬數吧 我的身高是165cm 體重是52kg 首先第一件單品就是我頭上的這頂帽 其實平日大家看我拍片的時候都很少戴帽 買了這頂帽回來的時候都忍不住很想快點戴 戴到我的臉型很好看 戴帽的時候會有一種小小的神秘感 即使平日我穿得很隨便宜 可能現在全身黑色 然後戴這頂帽子的時候 戴帽子會覺得那個人好像很有氣質 可以看到他的材質 其實他是比較堅挺的冷質地 我這幾天都有戴這頂帽子 但日後戴的時候我自己覺得真心有點熱 但如果當作一個造型 或者預備冷一點的時候想戴帽子的話 其實這頂帽子都真的可以入手 只需要149元就已經可以買到他了 我記得有三種顏色 有白色、灰色和黑色 我買了這個黑色回來之後 我很想買另外兩頂帽子回來 因為始終你買帽子 很難才找到一個漂亮的帽子 而且如果你真的覺得它漂亮的時候 你都很怕之後買不回來 喜歡戴帽子的女生 其實都真的可以入手 好 來到第二件單品 就是我身上這件斜肩的bra top 之前介紹的通常都是很簡單的吊帶 看到這個的時候我覺得一定要入手 而且最重要它的質地真的很親膚 在夏天穿的話都會感覺到它很清涼 就算你出汗的時候 都不會覺得局促不舒服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邊是有一條幼的吊帶 如果大家想安全一點的話就可以帶這條吊帶 如果大家想真正做到斜肩的話 其實就可以把這個吊帶拆出來 其實就可以當兩著的這件背心 看到它都有幾隻顏色 但我看到白色比較透 我自己就最簡單選了黑色回來襯衫 它裡面是有空墊的 所以現在我是完全沒有穿任何的內衣 其實就這樣穿這件衣服都已經是OK 其實它的長度是剛剛好 蓋住在這個肚臍位 平常如果你下身穿一些牛仔褲 或者其他單品都是完全可以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它會是做得太短板 覺得沒有安全感 最重要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彈性是做得超級好 它是有少少透透的 所以其實它的透氣程度真的不錯 所以我覺得夏天來說 這件bra top真的值得大家入手 它的價錢只需要99元而已 我選它的S碼是S碼 就已經可以了 好那來到第三件單品 就是這條工裝裙 看到現在很多女生都已經穿一些軍裝褲 現在的trend都越來越流行 這個工裝裙 我看到很多台灣的女生和韓國的女生都已經陸續穿上這些裙 那這次我選了黑色 是因為黑色都是比較簡單一點 容易配襯 而且會比較顯瘦 大家可能怕本身的盆骨會比較闊的女生 其實選擇黑色都是完全沒有問題 那像我現在 是一set穿黑色的話 是會顯得整個人是更加瘦長 它這個長度是做了中長裙 是怕自己腳部線條不太漂亮的女生 其實穿這條裙都是完全不需要擔心 它前面的位置都做了這個開叉位 就會讓大家容易走路 而且你走路的時候都會若隱若現 看到你少少腿部的線條 而且我喜歡它是因為它的質地是十分清涼 它是做了一些風褲的質地 是紫紫紫紫的 就算現在這麼熱的天氣之下 穿這條裙都是完全沒有問題 它總共有四個袋 它旁邊有兩個袋 之餘 其實它這些袋位都是真的 因為我自己不知道有個癖好 看到它有些口袋的時候 就很想知道它是真還是假 而它都沒有令到我失望 所以實用程度我覺得是十分之高 另外它腰間的位置都是做了橡筋 十分之有彈性 它前面這些位置都是做了一些索帶 我覺得它這個索帶是做得很漂亮 它不是普通的棉帶然後綁性 如果大家都想嘗試一些公裝款式 如果你不喜歡公裝褲的話 就可以穿這些裙款 裙款比褲款更容易處理 這條公裝裙我自己是選了ASMA的 價錢只需要179元而已 好 那就來到第四件單品了 就是我身上這件芥辣黃色的bra top 裡面是有胸墊 所以我自己現在都是這樣一粒這件衣服 就已經可以出街了 裡面完全沒有穿任何內衣 可以看到它的款式是比較特別 可以展示到我們最瘦的鎖骨位置出來 但一看到這個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入手 很難得它會出一些比較鮮色的bra top 都要提醒大家 如果有些女生是真的怕腐乳位折肉的話 我建議不要入這一件了 因為它也會有點卡住腐乳位的 但當我出街的時候 可能都會時不時調整一下 其實就已經沒問題了 另外它的細心位置都是吊帶位 它也是有做這個調節扣 所以都是可以給女生去調節吊帶的長度 它這件bra top比起剛剛介紹的黑色的bra top 是再短版一點點 通常我穿這些短版的bra top 都會搭配一些高腰褲、高腰裙去穿 這件bra top我就是選了S馬的 它的價錢只需要99元 喜歡的話就快點去入手 好 繼續介紹背心 就是這件珊瑚藍色的吊帶背心 這件背心的質地我覺得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它是做了爛質地 它的設計都是有一些特別的元素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它胸部這兩個位置都是做了打橫的肩 所以看上去曲線會比較豐滿一點 而它腰間這個位置是做了直肩 所以都會試過效果上腰是縮進去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這個腹乳位置是完全包住了 背心的長度不會做得太短版 它是完全是在肚臍的位置 這件背心我是趁它特價的時候才買的 它的價錢只需要59元 它是有白色、黃色和藍色 如果你們真的看中的話就可以快點去專門店 看看還有沒有這個特價款 我自己選的馬數是選了XS馬 好 另外就入手了這件小外套 可以看到它是比較薄一點的 夏天可能入冷氣地方穿都是完全沒有問題 喜歡它是因為它本身上面這些扭是做了銀色 我自己覺得現在白色和銀色這些配搭都會比較有氣質 當然這件衣服你想當一件上身衣服去穿的話 我也是建議大家裡面打底 穿白色的話就會比較好一點 好 我現在解決了這些扭 就可以當一個小外套去穿 都可以搭配到很多不同的衣服 這件我選了XS馬 價錢是179元 好理由第七件單品 當然不少的就是這些短版T-shirt 可以先看它的質地 它也是很親膚、很舒服 而且它的彈性也做得十分之好 這個短版是完全剛剛好 因為如果有些太短的話 其實你一伸手就會很容易走光 但這件是完全適合我 而且如果你穿一些低腰褲、低腰裙的話 其實就可以露到你少少腰間的位置 不喜歡露得太多肉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穿一些高腰的褲 然後遮蓋你腰間的肉 我看到GU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圖案、字母等等的本色T-shirt 但到最後我就選了這個 因為它本身只是很簡單 有些英文字母在這裡 而且它上面的字母都是用了深粉紅色的 所以夏天穿的時候都會有一種色彩的感覺 也不會太誇張 當我穿過他們這些短版T-shirt之後 我都很想入手買它其他圖案、不同款式的T-shirt 穿上身的時候是很自在舒服 我現在的碼數是選了XS碼 它的價錢只需要99元而已 當然不少得介紹的今季就是GU的工裝褲 這條工裝褲我是特意選了這個這麼淺色的回來 因為我之前試過買一條白色的工裝褲是很透 然後我就算穿白色或綠色的底褲都會露出來 但是GU這條米白色的工裝褲是超級正的 因為它本身的布料是挺身一點、厚一點的 而且它裡面的內裡都是加了一層 穿深色的內褲都完全沒有透出來 加上今季我自己看到GU都出了幾款工裝褲 最後我就喜歡這個型格多一點 因為我看到有一隻比較薄一點 但這個比較挺身一點 而且最重要是它的口袋 這些都是做得很好、比較粗獷一點 加上它的口袋全部都是真的 兩個在腰間、大腿位置的口袋都是真的 都是可以用到的 另外最重要是它這個褲腳的位置 其實它都是有一個橡筋位 如果你想平時輕一點的話 就可以當一個闊腳褲去穿 想再運動更多的話 那你就可以將這個橡筋位去穿緊 它腰間這個位置的彈性都是做得很好 前面都是有條繩給你自己去調節鬆緊程度 大家如果在密色一條淺色的工裝褲的話 這條真的必須入手 它的價錢都是很滿意 只需要$199 這條我自己是特地選了Emma 因為我本身是想高腰或低腰都穿到 現在都是很流行低腰的工裝褲 然後鬆鬆垮垮 一種鬆的感覺 以上介紹的款式都是比較休閒一點 以下介紹這幾款是可以上班穿 比較得體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個黑色底 但其實它是低調得來有些東西看 大家可以近一點點看 其實它上面是有一些銀色的金蔥在 所以當你可能在太陽底下 就會看到它這個比較特別的布臉 穿上去的時候都會是比較有女人味 它這個質地是很貼近你的身體 所以其實側面這些位置 都會看到有些玲瓏浮凸的感覺 這種性感都是比較低調的 看上去就沒有那麼暴露 它這件T恤也是比較短版 我都會是配上一些高腰的單品 就已經可以了 它這個彈性真的做得十分之好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它真的會很辣住你 整個身體會覺得不舒服 這件針織T恤我也是選了ASMA的 它的價錢是179元 我都看到它有其他顏色 但我都是覺得黑色會再顯瘦一點 而且看上去比較神秘感多一點 另外就是這件白色的短版襯衫 很喜歡買這些短版襯衫 是因為本身看上去比較casual 當我們穿一些高腰裙和高腰褲要穿衫的話 它也不會說前面有一塊很大塊的襯衫會被迫在這裡 所以我都很喜歡入手這些比較短版的襯衫 然後配上這些高腰裙和高腰褲去穿 而且可以看到它身後這裡也有一個口袋 在這裡做一個裝飾 除了穿得比較正式之外 其實我下身可以搭配一些牛仔布料的裙和褲去穿 都會是比較casual 現在就當作一個上身衫去穿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解扭扭 當作一個小外套穿 但也要提醒大家 它這些襯衫的質地都會比較容易拆 所以可能你穿之前也要先鎖一下 這件我是選了XS馬的 價錢是$179 大家還未入手這些短版襯衫的話 其實GU就可以便宜地買一件穿 好那來到最後就是要介紹這條西裝料的高腰裙 一看到它就覺得這個款式真的很漂亮 而且它這個價錢真的很值得大家買 可能你也會覺得有牌子的話 也要$300-$400 但它是完全不需要 可以先看看它的細節 它的扭扣也是做了古拍的扭扣 覺得是十分之高質 而且它這個灰色是一種很高級的灰色 最重要是看它後面的橡筋位 它也是十分之有彈性 沒有拉鍊位的 就這樣穿上身就已經很快 而且這條裙子在我165身高身上的女生 都是覺得有安全感的 因為它不會做得太短 如果你真的怕痘痘就真的要打傷底 這條裙子我是選了XS馬的 它都有三個顏色 當然如果你真的喜歡它這個cutting的話 其實三個顏色你也可以買回去 因為這個真的很便宜 它的價錢只需要$179 是$200也不需要 今天就已經介紹了我自己在JILL入手的單品了 以上單品我一定會私底下穿很多次 而且我自己真的摸過它們的質感 如果你覺得真的漂亮 而且價錢便宜才真的買回來 我都希望可以燒到你們 還有答應你們我真的要快點剪這條影片 讓你們可以快點衝去他們專門店買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一定要like這條影片 還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加上可以開我的鈴鐺 就可以立即看到我的新影片 還有可以share給朋友看 然後一起衝去買東西 好啦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bye by bwd6